今天很开心到了达拉斯 欧巴马中学以及巴巴拉·卓顿的小学去参访 让我非常的感动 就是说像欧巴马中学 他们居然可以用中文唱实在心路 让我们都非常的震撼 而且这些孩子彬彬有礼 每个人都穿制服 每一个人都是笑咪咪 甚至集合全校 经过已经皈依上人的校长 他来欢迎我们 然后还让我感恩大家以外 还回答他们的问题 当然两位长寿师傅 他们也非常恭敬地 来送给长寿师傅礼物 非常感动 看到他们整个新的学校 而且他们居然 他们的发愿 还有他们的试词 都是相当相当地符合上人的精神理念 尤其他们说要 好像孝顺父母 甚至忠于这个国家 还有他为自己 为这个社会 他们都要付出奉献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 那这几年我们的品德教育 对他们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像这个小学 很多老师都亲自来做见证 他说因为你们的品德教育 让我们学生改变了 甚至也改变我们家长 以及我们的教师 所以也很感恩达拉斯 分会这几年的努力 那我相信我们还可以 更多的合作 譬如说将来我们欢迎 慈基大学 也欢迎他们来就学 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项目 可以互相支持 中小学 那当然像Douglas 他已经身为这个 一个社区的一个比较高的 这个官位 他可以影响到八千 甚至一两万的学生 譬如说从环保上面 从儒素上面 他都愿意来支持 而且他也愿意 到纽约来参加我们 纽约大爱人文中心的开幕 那甚至也希望在 全美的这个慈基的项目上面 他要贡献他 这个一己的力量 他这个一个人的力量 说不定可以带动 很多很多社区人士 尤其是这一次回去 归一上人的 所有这些校长 也都出来 亲手拿到归一证 每个人好高兴 得到自己的法号 他们都很感恩上人 这个让我看得非常感动 等于是美国人士 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 那归一上人 甚至他们也放了 去经测参访 而且跟上人鼎礼的照片 给所有的学生看 这些都相当不容易 我觉得我在美国住了45年了 大概在达拉斯这个地方 尤其像奥巴马学校 像Jordan小学这样 才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 别的地方可能还不大容易 让我们的这个 竞速与教学能够进去 品德教育能够进去 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所以真的是感恩以外 还是感恩 希望我们这个达拉斯的家人 让菩萨们继续努力 把这个层面影响得更大 让这个上人的精神里面 在美国发扬光大 台湾法亲家人远道而来 欧巴马中学前任 现任校长亲自迎接 学校招会更是以中文吟唱 实在心路表达欢迎 我们感觉你们都像我们的孩子 自然在72年 我是你父亲 从2011年开始 慈继走入学校推动品格教育 曾是被放弃的学生 如今各个彬彬有礼 勤奋向学 慈继推动的竹筒岁月 同学们也身体力行 校长们三月时 曾来台湾归一上人 这一次师傅们亲自奉上归一证 本师 本师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因为我们是一样的爱 乔丹小学同样以最虔诚的心 欢迎慈继家人的到来 每位学生穿着整齐制服 也和大家分享他们学到的禁思语 怎么可能我们希望 能够有更大的成绩 如果我们不开始工作 在小事件上 教育师教育师 能够更加努力 能够更加努力 以为人们的信心和尊重力 品格教育对孩子的改变 老师们感受深 也深受影响 在那些语教育上 他们能够学习更多 对他们的性格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 和如何他们能够 应用这些学校 橱窗上放的是上人的英文著作 还有校长来到台湾时的照片 就希望学生们记得刺激对他们的付出 这一刻校长再次哽咽 也不忘自己的承诺 推动人文教育的使命 带来新闻之上美之公 美国综合报道 也不忘了